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u阿Nem 频道 今集阿Nem 与大家分享 粤剧名领梁无相的演艺人生 梁无相生于1930年 他原名叫做梁慕河 就是广东省新会人士 梁无相就有一个别号 叫做茄王 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别号 他在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和他的包姐梁无息 就去这个歌坛里面做女灵 他就是善唱《新马康》 他以唱《新马康》就极出色 当时他受到班政家李兆韻 就是余丽珍的老公 就极之赏识他 于是乎聘用他在大金星剧团里面 就在粤剧《涉丁山夜祭范尼花》里面 这套剧是担任文武生的角色 这个动作就令到他一雷天雅响 其后他就灵影相妻 就是说一方面就做这个红灵 演这个粤剧 另一方面也都拍电影 他在银幕拍电影的处女作 就是《含笑饮披霜》 这套《含笑饮披霜》 就是1947年的出品 一直到他影饮披霜 他的《含笑饮》作 就是《红灰仙·借斯环云记》 这套戏就是1962年的出品 即是说去到1962年 梁无相再没有拍电影了 在这段期间 梁无相总共拍过30套电影 在舞台上的演出 梁无相很多时都是以反串的形式来演出 在那个时期 在那个时期 以反串来演出 而出名的 就是有《含笑饮披霜》 有《含笑饮披霜》 在《含笑饮披霜》 梁无相有一个姐姐 她的姐姐就是梁无色 梁无相和梁无色 可以堪称是歌坛的姐妹花 在小时候 就得到京剧的票友指导 经常作慈善演出 在舞台上 她们两个也懂得演京剧 梁无色就唱止喉 而梁无相就唱平喉 当时她们小小年纪 就已经深得气迷的喜爱 及至到香港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香港淪陷之后 梁无相举家图难去到广州 去到广州之后 为了生活继续登台献场 梁无相不单是擅长唱歌 她对于各种乐器和掌板 也掌握得很好 得心应手 而战后 新马走红剧坛 于是乎梁无相也练习 新马唱歌 由于梁无相和新马 同样都可以唱京剧 所以她在把握行康运气方面 亦都知道新马康的竅门 所以梁无相唱新马康 就相当之深得她的神水 在当时被誉为小新马 很多时她替唱片公司 都相当之好销量 在1952年 梁无相得到谭伯业的推介 推介给李绍运 她在《大凤凰》 在《大凤凰》 劇团中 第一次踏上台版 她第一次踏上台版 就跟白玉堂、涉角仙等名领 合演《生包公》、《夜审国怀》 和《七杀阳家将》两套剧 由于梁无相的唱康 真是几乎几可乱真 所以不少片商都邀请她拍电影 于是梁无相由这个时间开始 实行零影相妻 至于梁无相曾经参加过什么剧团 梁无相参加过《金星剧团》 《大金星剧团》 《新女怡香》 《新龙凤》 《顺利年》 和《宝宝》等等这些剧团 而和梁无相合作过的《花旦》 相当多 分别有《余丽真》 《邓碧云》 《陈露眉》 《郑碧影》 《陈艳龙》 和《黄金爱》等等 至于梁无相一些著名的剧目 有《山羽猫》 《山羽猫》 《三气感无鼠》 《江棍恩缘》 《秦宫申死恨》 《龙凤足钱兼蝶类》 《红寡寡虎》等等 以当时来说 很多人都因为《新马斯增》 《举过新马康》 也相当成功和受到欢迎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学唱《新马康》 其中表表者就是梁无相 所以梁无相出道不久 他已经有能力和《新马斯增》 竟然打对台 包括他的实力和叫助力 也不输涉 以当时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梁无相的蓝装打扮 也相当进肖 他扮演在蓝装上来 也有几分官仔骨骨的优点 所以当时也是相当吃香 可以和《新马斯增》打对台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梁无相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梁无相的演艺人生 拜拜